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表示支持同性婚姻 花音刚落就立刻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分析人士说 奥巴马的表态可以取悦部分选民 但同时也为政治对手提供了更多的弹药 很可能在今年大选中 成为奥巴马对手的共和党人罗姆尼 率先提出了批评 我相信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 我知道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自从我开始竞选公职以来 一直都持这样的意见 奥巴马作为美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在任总统公开支持同性婚姻 受到同性恋维权人士的欢迎 旧金山地区著名的同性恋维权领袖 斯图尔特·加弗尼说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对我的美国人身份感到自豪 因为奥巴马总统向我们证明了 他不仅仅是一部分美国人的总统 而是我们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与此同时 奥巴马的表态也招致更多保守派人士的批评 基督教组织 家庭研究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 彼得·斯普里格失望地表示 奥巴马总统终于结束了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态度 事实上奥巴马一直站在 维护传统婚姻的对立面 奥巴马总统说 支持同性婚姻是他个人的看法 并不会改变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